那个女孩子跟我表白这个事 是那个女孩子喝多了 而且我觉得酒后 说一些胡言乱语 那酒后吐真言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是告诉那个女生 我是有对象的 我也很委婉地告诉她 因为我觉得人家跟我表白 我也不好意思 特别狠心地去伤害人家 我也很委婉地说 我有女朋友 然后我说以后 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你不太愿意去拒绝异性 心很软 抹不开面子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是异性缘又特别好 对 说白了就是她挺招人的 是这意思吧 招来人之后她还不拒绝 对 不主动不拒绝嘛 就这意思是吧 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门口的时候 就遇见她三个师妹 她们系的 然后说那个自行车钥匙丢了 解不开锁 她就特别逼逼有理了 过去问人家有什么事情 然后知道什么事情之后 转身就去工具店里借东西 帮她们敲开那个锁 然后全程我都在你身边 也没有说向她们介绍一下我 也没有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询问一下我的意见 我就跟个空气一样站在那 我是觉得三个师妹 在那站着大冬天的 然后叫我师哥 我也不好意思 就直接转身就走掉 然后我就上去问她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自行车被锁住了 钥匙丢了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就去找一个锤子 把那个锁砸开了 然后我就跟你走了 我也没有跟那三个师妹 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和接触 咱们俩刚在一起 我上完课的时候 我钥匙也丢的那次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发微信你不回 然后你告诉我 你打游戏没听见 当时我一个人那么冷的天 我一个小姑娘 站那儿解锁的时候 当时遇见那个场景 你就没有想到 就是去年我遇见 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怎么办吗 你错了 你也应该在校园找一师哥 师哥 我钥匙丢了 这就对了 你找他 解释一下吧 兄弟 我那天是在玩游戏 然后手机就放在床上 我也没听见那个手机震 后来玩完游戏之后 我看 他就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然后我就慌了 我就赶紧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跟我说 不用了 没事了 听明白了 所以其实对于女生来说 并不是平淡了 而是说信任和安全感 双重的危机来了 有点害怕了 是吧 除了这个之外 那第二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还有我感觉 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比如说呢 就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 我是冬天的生日 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从来不吃抹茶 然后去年冬天 我生日 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订了一个蛋糕 一束花 特别巧 他订的就是抹茶蛋糕 这个还不是最惊喜的 最惊喜的就是 那个蛋糕上面的名字 写的是他前女友的名字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那天确实是有事儿的 然后我就叫我朋友 去帮我拿蛋糕 然后我没想到他画舌天足 在那上面写了 我前女友的名字 我认为这个恰恰挺有意思的 看来你朋友并不知道 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 是他 对不对 对 而且你朋友还认为 你继续跟你前女友好着 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嘛